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发言人伊格尔杰明表示 当地时间14号晚和15号上午 该公司工作人员在一些已经毁坏的塑料箱中 发现了装有钢球形的弹头 据推测这些箱子很可能是通过无人机 投掷到地面发生碰撞后毁坏的 杰明还说15号下午 有人曾看到另一个物体从一架无人机上被扔下来 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表示 新技部科副泵战今年以来都没有运行 储油罐内没有石油 从爆炸装置本身来看 投放该装置的人可能并不打算摧毁该泵战 打击目标或为该泵战的工作人员 目前调查正在进行中 有翼输油管道是俄罗斯向中欧东欧 运送石油的大型管网系统 该管线起点位于俄罗斯西南部萨马拉州 北线经白俄罗斯通往波兰和德国 南线经乌克兰通往捷克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欧盟已对俄实施了包括化石能源禁运在内的多轮制裁 但有意输油管道得到制裁豁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